欢迎收看荆棘的台湾 我是怡婷 带你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逐东这一间老子好餐厅 飘香超过一甲子 在这里可以吃到几乎失传的客家菜 像是荆棘熏粉肠 是选用温体猪大肠 跟荆棘叶小火慢熏 软嫩的粉肠会散发出 淡淡的荆棘叶香 还有外面吃不到的虾公煎蛋 选用的是体型比较小的西虾跟蛋 下去一起煎 吃起来口感很特别喔 头上琴 弟弟带万老师去二楼 万老师今天几位 今天大概有八位吧 好 中午的用餐时间客人入序上门 这间开店超过一甲子的客家料理餐厅 就藏身于市场中 却是逐东在地人 从小吃到大的好味道 我们经常会过来吃 一个月差不多会来个两三次 尤其是他这边做的是 传统的客家菜 他做得非常的道地 所以我们经常来吃 从他爷爷在的时候 吃到现在 这个地方我们非常喜欢 从小我阿婆的时候 就带我来这边用餐 我觉得它是非常道地的客家菜 眼前一道道 让人口水都快滴下来的美味 都是最道地 最传统的客家菜 像是夏天到了 客家人喜欢拿仙草来炖鸡汤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 退火消暑的良方 仙草经过数小时的炖煮 喝起来回甘 清凉降火 每天现宰的土鸡Q嫩多汁 相当地滋补 另外还有这一道 可以多爬好几碗饭的客家小炒 炒肉吃起来肥而不腻 由于豆干富有嚼劲 香气四溢 充分展现出传统客家菜的 特色与魅力 它没有花边也没花俏 它就是很实在 便宜又大方 它的仙草其实很回甘 因为仙草是自己准备的 所以晒得很甘醇很好吃 非常赞 让客人赞不绝口的好手艺 是来自眼前这一位 年纪才40出头的陈秋婷 现在是在把做熏粉糖 之前的工作把油剪掉 因为现在人他都不要吃太油 所以这个如果下去的话 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太油 所以我们就会有前置工作 要去把它处理好之后 再做后续的工作 这家位在竹东镇 杭阿莱的客家美食料理 还真的只有杭阿莱的韬客 才找得到门路一探究竟 第三代客家料理达人陈秋婷 原本从事科技业 为什么会回家 接下传承的重任呢 带您来看他们的故事 仔细地把粉肠旁边的 白色油脂剪掉 这个步骤虽然简单 却不能省略 我小时候在这边长大 所以小时候就是 有济世的时候阿公就在用了 只是那时候没有 就是在剪这个油的时候 不会处理掉这么多 它只是处理掉一部分 因为那时候人还是会习惯 要吃油 吃咸 以前的观念是 就是客家人都是吃重油 重咸这样子 可是我们还是要加减改良 可是我们又要保留 我们原本客家人 他习惯的东西在 他才有办法去让他保存下来 要扛下一夹子的老招牌 肩上背负的压力可不小 因为这是阿公陈福建 一身打拼的心血 传承的重任 原本在妈妈吕瑞元的身上 但这些年因为累出病来 心疼妈妈的陈秋婷 决定回来接手 很多事情都还在摸索学习中 这个金桔叶就是早期 人家乡下比较穷的时候 炖这个吃喉咙痛 这一道菜是我娘家妈妈教的 我从小就吃长大的 我现在是要把金桔叶去 把它煮一下 因为要把杂质弄掉 因为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 在剪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一些杂质在 所以我们要把它处理掉 金桔熏粉肠是店里的招牌菜 外面几乎已经失传了 文体猪大肠要先炖煮到 软嫩 再跟金桔叶一起小火干煸拌炒 考验技术也考验耐性 陈秋婷刚开始做的时候 也曾经失败过好几次 如果你火太大的时候 它会变成是外层焦了 它里面还没有熟 所以就变成说 你要很注意它的火候 跟还要注意去帮它 帮它翻面 这道学了多久 这道学了多久 熏的时候熏很久 有时候刚熏的时候 每次都被失败 客人都嫌说 你根本就是变臭灰达 它就没有试它原本 基本上它要的口感这样 经过小火干煸 金桔叶带走粉肠的油腻 软嫩的粉肠 散发出淡淡的金桔叶香 口感弹牙 吃起来清香又爽口 它这个金桔叶 它有一种南洋 一种南洋的气息 它那个味道是很好的 因为它那个金桔 可以止咳化痰 然后它那个味道很特殊 然后它还有妈妈的味道 你要这边煎是吗 还是怎样 好 那小锅给你 煮饺 有 化了 大肠有 炒大肠 好 不要太大肠 好 那个呢 粉肠熏肉的人 熏粉肠是吗 有 其实做菜是我回来之后才开始学的 我小时候只负责做外厂 我完全没有碰厨房 因为从小做吃的 家里做吃的 然后你假日不能出去玩 你永远只能在家里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我长大绝对绝对不要碰这个 做什么都好 就是不要做这个 于是陈秋婷出社会之后 选择到科技业上班 能逃多远就逃多远 但有时候你越不想碰到的 就是偏偏会让你碰上 相较于女儿的逃避 妈妈吕瑞元则是选择 不向命运低头 这是非常香又好吃的梅干菜 我选过 我一定选最香最好的 不过我的标准 我是不要的 就算进厨房 也要打扮得美美的 吕瑞元的外表 总是给人家坚强又好胜的感觉 但其实 他也有脆弱的一面 只是他已经习惯 不让外人看见 昨夜的 昨夜的星辰 已脆弱 消失在 有缘的天边 OK 我就这样子玩 很快乐 我越紧张我就唱歌 他们说你那么忙还那么逍遥 还不赶快工作 我说你错了 那就是我 疏解压力的方法 用唱歌疏解压力 用微笑掩盖悲伤 记忆中有数不清的日子 他的眼泪都是往肚里吞 他一宵训练的时候 胸椎第四肢撞到下半身瘫痪 一进去的第一个地方 急诊室 出来就跟我说 你老公下半身瘫痪 一滴血没流 我说不可能 就算事情经过这么多年 旅乐园回想起来 心情人人相当地激动 当时公公陈福建 开了客家料理餐厅 生意也经营得有声有色 但天有不测风云 原本可能接手的先生 意外瘫痪 照顾小孩和经营生意的担子 同时绕到旅乐园的身上 抱着水深更大的时候 就快八分爪 现在还要小水深 这果馍不能太大 那等一下就 里面肉没有熟就烧焦了 先生发生意外之后 原本从没有进过厨房的旅乐园 努力地跟公公学做菜 坚持把关品质 只为了一个承诺 因为我婆婆讲说 要做就要最好的 人家一百块的 一百二 一百五 你就要买一百五的 你不要去买那一百的便宜货 我们宁愿赚少一点 我们要给客人最好的 我们不要赚那么多就好了 我就听我公公婆婆的教导 我婆婆其实是常疼我 她夹着我的手说 瑞妍 我家请你帮我接好吗 九十岁的时候 我说OK 没有问题 我会接 尽管日子过得再辛苦 宇瑞元说她没有悲伤的权利 于是她坚强地把传承的责任揽在身上 但一年前公公婆婆相继离开 她的心灵顿失依靠 公公往生 婆婆往生 觉得没有人可以依靠 又怕女儿不能够接这么大的电 又怕儿子洪凯疫情要去大陆 就这样子担心 我是慌了 我想怎么办 我病了 我小孩子什么都还不会 我都还没有教她再会一点 我就生病 我怎么办 妈妈的失落和担心 女儿陈秋婷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于是决定放弃科技业的工作 回家接手传承的重任 现在要做西虾煎蛋 那它在客家话是叫哈公鸡 然后这是西边的虾子 要把它剁到细细的 不然我们吃的时候 会被虾子的那个脚刺到 我以前就常常做 想吃鸡蛋的时候 它就会弄着我们吃 所以其实我现在学的菜 都是阿公教的 他虽然嘴巴没有讲 可是你看他在旁边 在做菜的时候 你虽然知道步骤 然后他不会讲 可是你知道说 他对我们的那个爱这样 扛起重担 化苦难为动力 吕瑞源和陈秋婷母女 有着传统女人的认分 让勤俭朴实的客家菜 多了一份乐天知命的应景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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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